桃園市警察局、联合监理站和国道警察局等单位 办理交通安全宣导活动 为了提升民众参与度 推出了创新的夹娃娃机宣导 只要通过闯关考验 就可以用夹娃娃机来夹取道案宣导品 9月是全国交通安全院 桃園市警察局结合监理站、国道警察和中立分局等单位 举办交通安全宣导活动 为了加深民众对交通安全的观念 只要通过关卡就可以使用娃娃机 夹取交通安全宣导品 道安向下扎根 那我们也找了幼稚园的小朋友来 那来进行一个宣导 也准备了小警察的制服 让他们来四川 来体验一下 那现场也布设了行川线 让他们来体验一下过马路的感觉 那另外我们今天也特别准备了娃娃机 那将我们的道安宣导的这个宣导品放在里面 根据统计 有不少老年人违规穿越马路 造成交通事故的伤亡 因此活动会常特别布置了道路和行人穿越道的模拟道具 让长者和幼儿园的学童体会走在马路上 隐藏的视线死角及风险 除了这个是车辆慢看停 然后行人安全行之外 我们主要有一个就是先导五号制的这个路口 那我们支线道要让这个干线道先行等等相关的一个交通安全的基本常识 警察局持续针对路口停让和违规穿越加强执法 希望用路人能建立良好的交通观念 早日挥别行人地狱的无名